继续北上开了大概两个小时 来到著名的滨海喀梅尔小镇 这个地方能闻到两种香味 一个是花香 再一个就是烤肉的香味 街上到处花团紧簇的非常漂亮 美国西海岸艺术家特别集中的地方 就是文人骚客云集的地方 建筑是英国都泽时代的风格 有很多的画廊还有其他的精品店 还有著名的石西里湾 哎呀这个真是 如诗如画呀 怪不得国华大师张大千 七十多岁了 还带着他小媳妇来这定居 然后他买的第一个房子 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叫可以居 他的小媳妇可是他女儿的同学 四九年他从大陆逃出来的时候 就带着这一个老婆 这里的松石给了他很多的灵感 这幅著名的代表作 就是在这里创作的泼墨画 阿梅尔的白沙滩 还有沙滩上的松树非常有特色 这个你看这小孩玩多欢呢 然后那个我们后来还去了这个 蒙特瑞城的这个渔日码头 上面有专门出去看鲸鱼的船 走在街上就跟走在花海上似的 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的 而且呢有的时候拐进去吧 又有一个小巷 取静通幽啊 对然后呢很多上上下下 你看这楼上还有好多花呢 咱退休来这住行吗老公 正好这有一个房地产经济的办公室啊 这儿的中间价位 这个城市是200万美元呢 哎呀 气候比南加州怎么样呢 气候呢不如南加州好 大气比那更冷一点点 大气相当于这个初春和深秋的气候 快看这家 这些小飞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哦那海边是不是太冷了 下不了水了可能就 对反正得咬着牙往下跳 这里庭院设计还是挺精致的哈 这花像扶桑可是怎么倒着长的 街上还很多漂亮的精品店呢 痒痒吧 买不起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画廊 我们要选择了一家进去看看 哎呀特漂亮那环境哈 没人 听说这画家是一韩国人 以前画的还不是太好 突然有一天有个车祸撞了一下 结果突然来灵感了 开创了这种画像油画 但是更立体的 从主街走下去就可以走到海滩了 咱们去看看水温到底怎么样 这沙滩是白色的沙子很细腻 对我觉得这个松树特震撼 怪不得张大千喜欢这树呢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一个坡 刚才它就滑下去了 然后这小豪子在这滑板 挺好玩的 好冷啊 海偶都不敢着水 开车十几分钟穿过这个蒙特瑞的半岛呢 就到了这个海边另外一个城市叫蒙特瑞 当地有一个云人码头挺有名的 我们就在上面走个走 这个码头最有特色的一家 我觉得就是这个 可以买票去坐这船上去看鲸鱼 鲸鱼可以离里得很近 听说这边海特殊吸引了很多鲸鱼 所以能看到很多种 比如说Killer Whale 停车场里发现这种树 有点像榕树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卡梅尔这个小镇 如果往东走的 就是著名的卡梅尔山谷了 你看这山谷看上去多壮观 多多多壮美啊 是啊 天马还下去溜达了一下 它这个特点就是草是黄的 树是墨绿的 是吧 这个很有层次 这是卡梅尔山谷的这个小镇 是个 我大概十几年以前 出公差的时候来过一次 这次来看了看 哎呦 跟十年以前 几乎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拖拉机车 周围就有这个酒厂 咱们去看看 有很多品酒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进去看了 但是我发现很多地方都关了 看来疫情还是有很大影响 你看这又是两家 一下进去了 一个叫Cowgirl的那个酒庄 你看这一边 另外是另外一家的 但是这里都没什么人 对 这是个礼拜六的上午 庭院设计到挺有意思的 对 还养了很多动物 你看这还有一只大黑猫在这 管吓人的 挺好玩的 他可能喝醉了 我感觉呢 这块特别像咱们中国的那个农家院 农家乐 对 农家乐 对 一桌一桌的 你看还有鸡 还有灯啊 亭子什么之类的 可是就是没人 我觉得这疫情也真是带来很大损失 对他们 对对对 你看这桌子都空了 你看那大堆酒瓶子 这是品酒的地方 但是要预约啊 哦 他们实际上关门了 咱们这反正没进去 这小镇上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饭馆 大体走了走了 你知道这不是普通菜吃饭 我觉得他们是在品酒的聚会 是吗 嗯 因为其他店都没开 只有这一家开了 对了 卡梅尔山谷 就是有很多酒庄啊 这个挺有名的 嗯 还看到好多中国餐馆 是吧 这个是个泰国的 韩国的泰国的 对 你看人庭院设计的 真是鲜艳啊 就是人者爱山 智者爱水啊 是吧 我们两个一个爱山 一个爱水 什么谁智谁人呢 这个 孩子们还有劲 然后就是说 想到附近路过的时候 有一个公园 刚才就想爬山 这山上有山师啊 给天马下的 你看看 过小桥 去爬山 这山也是 你看这草子是黄的 对 反差很大 很漂亮 但是这山里边有一股香味 不知道哪来的 在山上你看啊 很干 你看孩子都流鼻血了 可得注意 来加州这个车有个感觉哈 这林子里头有淡淡的各种香味哈 你看 这个是咱们弄的那个叫什么 咱们家种的是也种了 咱们做菜那个香叶似的啊 这个一弄完了很香 嗯 然后它有一点医药作用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种这个树 它是五个叶子 这叫什么拔开 然后开的还长碎的 但是这个是比较干旱的了 开的碎比较小 但是我这也是 嗯 很清香啊 有点香味 就整个树林里边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好像木头也都一股香味 淡淡 这个这个风景很美啊 就在山底啊 很奇怪啊 这么多人啊 人很多 有点惊讶 但是你知道吧 后来我们就是说下来走以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 你猜猜吧 为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说 就是说到这个葡萄园以后 你看我们从这儿到葡萄地里头 因为孩子没见过葡萄嘛 就到那儿 你看这葡萄 现在在六月份的时候 刚开始要开花的时候 我在给儿子介绍了 一年生枝 二年生枝 这花碎什么 它这个 玫瑰花特漂亮 你知道吗 这就是人家准备婚礼的 刚才是婚礼的 然后这边才真是它餐厅 它叫Winery Garden 哎呀 你这个花门做得多漂亮 里边的大酒 这叫喇叭花 一种喇叭花 后来我们也挺饿了 就想去排队 结果等了半天 后来发现必须要预约 没有预约的人 全都满了 他们睁了眼睛看我 他说what 你们没预约就来 人家都满了 我真是没想到 就是说看来这个 网评好的 还真的就是很好 他们生意不错 你看我们排到那 最后又白搭 只好走人 开车回旅店 我们这次是住在 Salinas 旁边的一个小城市里面 为什么没住在 卡梅尔呢 太贵 因为卡梅尔都是一些 小客栈 而且贼贵 至少得五六百块钱 像这个小旅店呢 它是过去张大仙 刚来美国的时候 加州住的地方 如果你想住这个饭店 你进去给老板说 我要住三号套房 那就是大千同志住的地儿 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 晚上我们到Salinas Downtown去吃了一顿 丰盛的晚餐 你看挺不错的吧 不过价钱也挺贵的啊 咱们四个人总共加小费 花了一百二十多块钱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了 谢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 转发 加州不容易啊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呵呵呵